安排安排吧 这个五年高考 诶 在哪里啊 学习 读导书 五年高考在这里 长相力 行动力 魅力 他满意度很高啊 父母的满意度很高 好 马上要高考了 马上要高考了 看这波 这个能考到什么学校 索取黄岗秘券 来索取成功 漂亮 社交 金汤呢 给老师起外号 嗯 然后护肤产品 有意思 高端健身房 送八音盒 哎呀 不让我玩手机了 好讨厌啊 不能玩手机了 爆炸 下一层 走明星路线真的很难 明星路线你不能学习啊 无法挖局脑洞了 世界 哇 你听说了吗 隔壁班的大姐大居然用 LOA的书包好奢侈 那有什么了不起 我想要也可以买 是吗 好羡慕你啊 就为了那个标志花那么多钱值得吗 你太土了 这就是品味的象征 说我太土了 我操 也许不了解土豪的世界 现在你那么努力学习也没用 钱最重要 钱 那老子花个一年赚个一百一百万 包你十天 包你十天 祝福 黄岗秘卷在那里 黄岗秘卷 黄岗秘卷啊 今天要做试卷吗 今天好像做试卷之前 我先跟他聊一聊 打个哈欠 讨论上映的电影 诶 讨论上映的电影 阿英和 亲爱的 来但说唱 因为爱情 不行吗 哎呀 不让我泡妹 我真的是很讨厌啊 这个人 这个妈妈不好 不让我 不让我泡 不让我泡我喜欢的妹子 绿色 两个绿色 两个绿色 一个紫色 一个红色 紫色 然后两个三级紫色 三级紫色 紫色刷出来 行动力不足了 学一下这个吧 安排一波 黄港蜜鹜 抉择 有同学关注你的成绩 敌视你 主动示弱 情商增加四百 泡妹 送星空口红 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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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的电影 访问 访问 刚上映的电影 有意思 哎呀 只能过段时间再联系了 期望 一人追求 行动力 悟性 黄港蜜鹜 不加那个 不加 魅力 我知道不加魅力 魅力五千够了呀 魅力五千是够了 我感觉 因为要高考了嘛 马上要高考了 两个回合高考 看高考多少分吧 学习 看看成绩 语文是95分 数学94分 模拟考试 英语95分 理科150 文科150 一共584分 584分 好 接下来这个流体力 娃哈哈八宝周 邀请一起唱歌 唱歌 也不行啊 枸杞 保温杯 校园八卦 说死敌坏话 说死敌坏话 哎呀 也不 这也不行 哎呀 这四把体力浪费了呀 今天玩的怎么样 还好了 多谢款待 看你好紧张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没有啊 只是感觉你的朋友 都好有钱 有些压力 不用这样 大家都是比较 nice的人 比较nice的人 慢慢就习惯了 哇笑的好可爱啊 下次再来玩吧 吓死我了 感觉他们都是 弹好几个亿的声音 很可爱 魅力加110 魅力加110 压力有点高 得去买点减压道具了 上电池买减压道具去 压力很高啊 继续泡妹 畅想未来 给老师起外号 畅想未来 有点无聊 哇操 好感还降了 聊最新小说呢 哎呀 也不行 这个好感度 小众电影 最后一个回合了 不知道能不能 跟他结婚呢 聊本周的新番 聊过去 好有意思 哎 可以 能不能 明天是最后一波泡沫了 明天我必须要 争取拿四个好感度 然后这样的话 才能跟他结婚啊 不然结不了婚 结不了婚是很难受的 爆炸 眼睛 一定要跟他结婚 下一波 要高考了 高考了 要高考了 千万不能单身一辈子啊 高考要来了 模仿明星 聊本周 如果说 聊本周的新番 哎 选哪一个呢 模仿明星 百姿势 聊本周的新番 如果说 这个是 想一下怎么选 123 123 20吧 本周的新番 好吧 我了解了 没什么变化 聊洋葱新闻 讨论梅东和低罗的近况 洋葱新闻吧 他了解了 哎 也不行啊 聊天气 校园传说 他了解了 卧槽 不会吧 不会泡不到啊 明星八卦 啊 有意思 好 今天 今天高考 我还在泡丢 热了狗了 黄色 黄色 黄色2 绿色 黄色 绿色2 绿色 绿色 没有了 这个数学 高考了 高考 试一下 即使过了许多年 我都不会忘记 那一天在六月的剩下 迎来人生中 第一个重大的挑战 减压不需要减压 我记得那天早上 是爸妈陪我一起上考场的 我穿过了万千家长的人群 来到高考考场的大门前 回头跟爸妈招了招手 便进去了 考完最后一科那一天 我很平静 结束了 如果说考后的几天 是如释重负 紧随其后的夏天 似乎充满了对未来 不确定的茫然与焦虑 直到有一天 录取通知书 安静的躺在桌上 看看什么学校 录取通知书 510分 十盒子大学 我到十盒子 怎么不是褚盒子 十盒子大学是在哪里 是哪里 510分 楚彤彤同学 十盒子 没听说过 听都没听说过 新疆啊 听都没听说过 我去 我怎么考那么远 我时常在想 高考前和高考后的生活 似乎很不一样 现在想起来 大概就是 自己再也不是一个孩子了 至少在父母眼里 不再是了 而我的那些好朋友们 达哥 周围的朋友都渐渐和他 成为了表面兄弟 不再来往的捷克马 成了电子商务大亨 老骆成了脱口秀演员 和我关系最好的汤金娜 最终也毕业了 仔细想想 因为早年的父母教育 自己也有一些特质 坚韧不拔 自强不息 我和大多数人 走上工作的岗位 最终成为影帝 啊 最先声明一点 影帝并不是戏金 我获得了某电影节 影帝的殊荣 恰好是我最喜欢的导演 我的经典台词 无脚鸟的故事 影帝 影帝怎么样 影帝怎么样 日商加五 情商十二 想象天赋加八 记忆加八 体魄加三 不知不觉 工作和生活稳定下来 父母开始担心 我的终身大事 现在可以跟那个汤金娜 成功率43% 不会是单身狗吧 43%的成功率 零花钱多少 我不知道 反正是影帝嘛 影帝工资120 最牛逼的工资 最牛逼的职业 是吗 影帝 不会单身吧 求婚 啊 求婚成功了 哈哈 终于在某个春风 成真的夜晚 我求婚成功了 嘿嘿嘿嘿嘿 卧槽 唐吉娜终于搞到了 卧了个去 首付150 120够了 哎呀 下部这可以当艺术家 当艺术家 去泡那个白富美 第三个 婚后生活很美好 不久便孕育了新的生命 都说孩子随妈 配偶加成 智商加二 情商加二 想象加一 记忆加一 体魄加一 还不错 还不错 卧槽 这我这一代就牛逼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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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